Hello,今天来讲,如何超越不可能,创造奇迹人生 易得无限思考世界Infinite Thinking World 一,设定清晰目标,确保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并为此设定具体,可衡量的目标 这些目标应该激发你的动力,并能引领你迈向奇迹的人生 二,挑战自己的极限,不要害怕尝试新事物或挑战自己的舒适区 成长通常发生在挑战和突破自身极限的过程中 三,培养积极心态,将焦点集中在积极的方面,学会正向思考 面对困难时,看待事物的角度会影响你的反应 而积极的态度有助于超越困难 四,学习从失败中成长,失败是成功的一部分 从失败中学到的教训比成功时的经验更有价值 不要害怕失败,而是将其视为成长的机会 五,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 身体和心灵的健康对于创造奇迹的人生至关重要 保持良好的饮食、运动和睡眠习惯有助于提高精神和体力 六,拥抱变化 人生总是充满变数 学会适应和拥抱变化是成功的关键 接受变化,并寻找在变动中发现机会的能力 七,积极寻求支持和身边的朋友、家人建立良好的关系 并寻求他们的支持 有时,身旁的支持和鼓励可以成为你战胜困难的力量 八,持之以恒 创造奇迹的人生需要时间和努力 坚持不懈,保持毅力是实现目标的关键 九,不断学习 不论年龄多大,持续学习是一种持久的能力 保持好奇心,追求新知识,不断提升自己的技能 使感恩和善待他人 珍惜你所拥有的,并对他人表现出善意 建立正面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 有助于共同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超越不可能的真实感人故事 故事描述了地球科学家霍普金斯的生活 他在科学界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并克服了许多困难 包括女性在科学领域的牺牲 以及她自己的健康问题 二,阿兰巴达如你们森核的不可能是不存在的 阿兰巴达是印度的一位女子 她在一次火车劫持事件中被扔下火车 导致她失去了一条腿 然而,她后来成为了第一位攀登喜马拉雅山的人工腿登山者 三,尤克尼斯卡拉·约瑟尔·马尔蒂尼的逃难的游泳者 这位叙利亚难民尤克尼斯卡拉在逃难途中 她和姐姐曾经游泳推动一艘失事的船 拯救了自己和其他难民 她后来成为了一位奥运游泳选手 四,尼克沃伊奇奇·妮克·余织塞克无腿无臂的人生赢家 尼克沃伊奇奇出生时没有四肢 但她通过乐观的态度和不懈的努力 成为了一位激励人心的演说家和作家 传达着生命的价值和力量 五,亨利维根·Henry Rand·米利克重生的人 从盲目到视觉 这位盲人艺术家亨利维根在失明后 通过学习使用声音和触觉 创作了令人惊叹的艺术品 她的故事讲述了对生命的重新定义和重新发现 这些故事都反映了人类在逆境中的力量和坚持 他们提醒我们 即使面对看似不可能的挑战 人类的毅力和勇气有时能够创造奇迹 创造奇迹 人生的异想天开 脑洞大开 创意创新的方法 一,挑战传统思维 不要局限于传统的思维模式 勇于质疑现状 思考是否有更有效 更创新的方法来达成目标 激发异想天开的灵感 需要跳脱常规的思考框架 二,跨领域学习 积极涉猎不同领域的知识 寻找不同领域之间的联系 这样的跨界学习可以激发新的创意 使你能够将不同领域的思维和病 应用在自己的生活和事业中 三,激发好奇心 保持好奇心 对世界充满探索的态度 不停地问问题 并试图找到不同的解决方案 好奇心是创造奇迹的驱动力之一 四,接受风险 创造奇迹往往需要勇于冒险 不要害怕失败 而是将其视为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接受风险并学会在不确定性中前进 有助于探索新的可能性 五,创造环境 在你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中 创造一个激发创意的空间 这可以包括设计一个舒适 有启发性的工作环境 与激发创意的人交流 或者参与具有挑战性的活动 六,多角度思考 不要仅仅局限于单一的观点 尝试以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 与他人进行思想交流 以激发新的思维和见解 七,运用科技和创新工具 利用现代科技和创新工具 如虚拟现实、人工智慧等 来实现一些原本似乎不可能的事情 这些工具可以为创意思维提供新的平台和可能性 八,寻找灵感 主动寻找灵感 可以透过阅读、艺术、音乐、旅行等方式 灵感往往来自于不同领域的交融 因此多元化的体验有助于激发异想天开的创业 九,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与不同领域的人交往 建立开放的人际网络 这样可以获得更多的观点和思维 有助于拓展创新的思维空间 十,自我反思与修正 定期自我反思 检视自己的目标、价值观和方法 有时候 调整和修正原有的计划是创造奇迹的关键 这些方法可以帮助你打开异想天开的脑洞 挑战不可能 并创造出一个充满创意和奇迹的人生 如何进入无限幸福美好的平行宇宙 有趣的观点 一,拥抱正向心态 保持积极的态度 相信事情会变得更好 积极的思考可以影响你的情绪和观点 让你更容易感受到幸福 二,实践感恩 将注意力集中在你生活中的美好事物上 并学会感恩 感恩的心态可以创造一种幸福的氛围 使你更容易进入一个美好的心境 三,视觉化 使用视觉化技巧 想象自己进入一个无限幸福美好的平行宇宙 这可以是一个焕然一新 充满愉悦和美好的场景 让你在心灵上得到宁静和愉悦 四,创造正面习惯 养成一些积极的生活习惯 如运动 读书 艺术创作等 这些活动有助于提高你的心理健康 使你更容易感受到幸福 五,娱乐艺术创作 透过娱乐 艺术创作来表达你的想象 写作 绘画 音乐创作等 可以是一个表达和放松的出口 同时也能激发心灵的愉悦感 六,培养社交联系 与正面 激励的人建立更多联系 这有助于创造一种支持和愉悦的社会环境 与他人分享快乐和愉悦 可以加倍增加你的幸福感 七,实践冥想和冥想技巧 冥想有助于深度的放松和意识提升 你可以透过冥想来探索你的内在世界 并寻找一种更平静 幸福的状态 八,接受当下 学会接受当下的状态 不总是寻找未来的幸福 当你学会拥抱现在的美好时 你可能会发现生活中的幸福感更加丰富 请注意 这些建议主要是为了提高你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 并非真的能够进入平行宇宙 然而 这种有趣的思考方式 可能有助于改善你的整体生活品质 在这个充满奇迹和智慧的旅程中 我们一起穿越无限的可能性 犹如星辰般闪烁的创意光芒 感谢你们百依次的陪伴 彷復每一个点阅 订阅 点赞 分享和留言都是一颗发亮的星星 构成我们这片智慧的星空 让我们继续在这数字的宇宙中航行 不断追求更高的智慧 并将这份热情传递给更多的伙伴 你们是这个奇幻旅程的关键 让我们携手创造更多令人惊叹的故事 共同探索生命的美好 一起成为彼此的启示 感激你们的陪伴 未来将更精彩 因为我们共同写下的故事 不仅是我们的 更是全宇宙最动人的篇章 继续前进 梦想不设极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